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女则一张口之下 一盆血丝喷出化为了鲜红玉滴的牛毛般的细针 叮叮当当之声大作 细针也和另外一波剑光交织到了一起 两者撞击之下 爆发出了朵朵光滑 如此一来 纵然此女和严姓老者都临时挡住了青色见光 但也再也没有办法旁顾其他了 绿发一族人一见寒利 在远处消失之后立刻感觉不妙 当即果断的单手一掐掘 肩头一抖 黄芒大放之下 一感黄色铜刻一闪浮现而出 而几乎同一时间 他头顶上空的一身晴空霹雳 电光闪动之下 一道青色人影浮现而出 只是袍袖一卷呢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一探而出 并往下虚空一拍 指尖处五色光艳狂涌而出 并一闪之下 瞬间凝结成了一只光芒芒的五色大手 横狠一拍而下 而同一时间呢 软处光芒大放的虚天顶 突然呼噜噜一响 一喷青色鸡射而出 但是 刚一出顶口又一闪不见了踪影 绿发一族早就警惕万分 寒厉刚一出现的时候 就被其神念扫到了 一件五色大手一拍而下 毫不犹豫的一催刚刚寄出的黄色铜歌 顿时呢 此歌一探之下 前端爆发出了刺目的黄芒 漠然化为了一道黄红冲天而起 一闪就直奔大手一点而去 这件铜歌呀 是绿发一族人得自上古遗迹的一件异宝 不但犀利异常 而且专门擅长破法灭弓啊 若是碰到普通的玄弓变化 这么一盏多半就会立刻建弓 能够一破而开 但是这只五色大手 可是含力用五色光焰拧集而成 怎可是一般长弦功可比的呢 红红翼展在其上 只是让大手表面光焰一晃 才破开表提一分而已 就一阵无法寸进了 而含力呢 目中金光一闪 心中飞快的一摧法觉 顿时啊 五色大手体积一丈 五指猛然一合金 一拔就将这铜歌死死的抓住 绿发一族是倒进了一口凉气 体内法力一转之下就想再施展什么神通出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呢 附近虚空中波动一起 一碰青丝诡异浮现 只是一闪青丝就顺一般的 将这绿发一族一下子缠了个结结实实 一族人自然是大吃一惊啊 不加思索之下 心中猛一催动法觉 顿时一层绿色火焰从身上浮现而出 腾腾烧起 但是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任凭绿色火焰高涨风滚啊 这些青丝却犹如复古之躯 只是灵光闪动不定 却丝毫没有烧断被毁之势 空中的寒厉 立刻嘴角一丝绩笑泛起 单手一翻转呢 翁鸣之声一起 一只小鼎浮现而出 竟是远在数十丈之外的虚天鼎被凭空射了过内 哈利语之手一抬 手指一弹 当力一声 钟鸣般的清响啊 从顶上悠悠传出 原本缠在绿发异族人身上的青丝 顿时光芒大放 一根根青丝一下子比先前微紧了数倍以上 让异族人无法动弹崩毫了 随着寒厉法力大增 这虚天鼎的威能也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的 堪称是神妙万分的 而同一时间呢 五色大手也是光焰一滚的往下一落 顿时一股庞然巨力凭空出现 一下子就压在了绿发异族的身躯之上 并发出了嘎嘣嘣嘣嘣的爆响之声啊 仿佛呢随时都能将其压得粉身碎骨 这也是此一族修炼功法特殊 本身肉身呢也是颇为的强厚 否则换了另外一名普通存在 身躯早就在此距离之下崩溃了 不过就是这样 绿发异族呢也只能是脸红似血 只能眼睁睁的目睹 大手结结实实的拍到了其头颅上 而根本没有办法躲避风豪 喷力声过后 异族人头颅仿佛西瓜一般的被大手一拍而烂 身上青丝一闪溃散之后 身躯立刻了无气息的翻身栽倒 直往地面落去 但蚕食刚一坠下不过树杖 一声闷响啊 一团绿火忽然之间从碎掉的头颅中一出而出 并一闪之后 漠然在远处消失不见 下一刻呢 三十余帐外的另一处地方 空间波动一起 绿火一下子浮现而出 里面隐隐的有一个小人模样的东西存在 但是呢 没有等着小人再想施法顺移而走 忽然眼前轻光一闪 一口数尺长的飞剑 皈依的浮现 并一点而下 动作之快 仿佛电光火石一般呢 小人 根本来不及躲避风豪 就一声惨叫 被一眼两半 就此化为点点绿光消失了 汉里在远处单手一招 飞剑一下子击舌而回 并一闪没入身躯当中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目光一转 冷冷地看向了远处的血色 宫庄女子和炎姓老者 脸上呢 遍布煞气 炎姓老者和女子二人被刚才一阵狂躬 有些手忙脚乱 但是汉里一个照面就轻易斩杀了一鸣 和他们同些存在的一幕 自然都看在了眼中 二人心中一沉之下 不禁互望了一眼 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浓浓的恐惧 汉里双目一眯 手中小鼎一动 又要有所行动的时候 远处天空忽然传来了蛮牛般的巨吼 轰隆隆不断 震耳欲聋至极啊 此地三人都为之一正 齐往远处天空一扫而去 直见远处原本交织一起的黑水火云 此刻竟界线分明的一分两半 并向他们这里气势汹汹的滚滚而来呀 黑水波浪滔天 火云赤焰汹涌 见此惊人天象 不光汉里 严姓老者和血光中女子也神色是微微一变 不过汉里二话不说呀 手中小鼎一晃消失 随之呢 两手掐了绝 冲老者和女子方向各自凝重的一点指 血光女子方向一声闷响 银色火鸟体表 灵光一阵流转之下 突然爆裂而开呀 化为了朵朵银焰 一下子就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 杭丽身前 银黑两团一芒一闪啊 黑色小山和银色火鸟 都化为了迷你大小浮现而出 被刨袖一枕之下的立刻不见了踪影 原本和阎姓老者二人法宝交织一起的百余道青色剑光 也一声清明之下 向后击射撤走 只见虚空中闪闪之下 这些飞剑瞬间就回到了汉里身边 并化为了小鱼般大小没入了其中 甚至连内口因为失去的主人 漂浮在半空中一动不动的黄色小顶 也被一抓射到了手中 杭丽将漫天宝物收了个干干净净之后 背后双翅一山 立刻呢 就化为了一道清白电弧物弹射出去 几个闪动之间 就在天边尽头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远处只剩下了严姓老者和血光中的女子二人面面相许了 二者见了杭丽 先前击杀绿发一族人的手段之后 果然是大为忌惮 不敢再冒失的追下去了 宝物虽好 那也要有性命来拿才行吧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不过 老者和女子借俱的互望一眼 又瞅了瞅远处气势汹汹而来的黑水和火云后 表现又截然不同 女子身处血光中 一动不动 似乎对远处的意象啊 那是视若无睹 而老者则脸色一沉 忽然一点空中白云杖的法宝 顿时此宝一探之下 化为了一片白亮霞光 将其一卷而起 向另一方向破空而去了 顿速之快 此地只剩下了血色宫庄女子一人了 她戴眉紧皱 盯着远处飞驰而来的火云黑水 沉吟不语着 结果片刻之后呢 空中火光黑水在轰隆隆的巨响之下 几乎同时是滚滚而至 并猜女子上空 一顿呢 就默然停了下来 血鹰 你这丫头 那之间可是落到你手中了 火云针一阵翻滚过后 突然献出了一个食欲杖的东西 正是那只巨厨硕大的头颅的样子 这个时候的瓷魔兽啊 肌肤赤红似火 双目紧闭 脑门中间呢 多出了一颗灰蒙蒙的拳头大的圆珠 闪动着诡异的光芒啊 铁伯父真是说笑了 贱女身上 有没有那支线 你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我若是真的得到此领悟的话 早就逃之夭夭了 哪儿还会在此静候伯父吗 宫庄女子倒也不惧 只是恭敬地回答道 哼 你这丫头和血臂老儿一样 都是看似忠厚内心狡诈之人 老夫若不问上一句 又怎能放心离去 看你若是骗我 哼哼 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了吧 哼 医生冷哼从巨橱口中传出森人的说道 这只巨橱 竟然被其主人那只铁翅膜俯身上体的样子 好了 哪儿有这么多的废话 还是赶紧去追那只仙要紧 你可是答应我 若是助你将的东西夺险 你就会给我那里水珠的 一旁的黑水一阵翻滚 你一下子从中探出了一个黑乎乎的猙獰头颅 嘴巴齐长宽阔 门口锋利辽阳 莫 你不过是刚刚进阶圣界 连境界都还未巩固几分 说话最好客气一些 否则即使继辅在此的只是我一句话声 也足以将你重新打落回原形的 巨厨却声音一冷 冲出现的怪物喝道 是吗 我倒想试试你现在是否有这般大神通 那魔鳄目中凶光一闪 桀骜不驯的回答道 巨厨一听此言呢 脸色一沉 眉宇之间那颗灰色的珠子一闪 伏定火云一下子熊熊的高涨了起来 对面 母鳄则是大紫一张 四周黑水立刻汹涌澎湃 二者似乎一言不合 又要大打出手的样子 算了 看在你当年主人的份上 我呢 也不和你尽尽计较 只要能得到那知心 自然会将底水珠交给你的 你总不会不信老夫之言吧 巨厨灵孔抽动了几下之后 似乎呢 对魔鳄有什么忌惮似的 竟然强行将怒气给压制了下去 孙人说道 不管怎么说啊 你也是我们圣族中的圣切存在 料想也不会食言的 我们追下去吧 不过那知仙既然不在眼下这丫头身上 那 我看就在逃走的外来人身上 要不要问下这丫头啊 摸口中发出了一阵怪笑的说道 哼 问他 虽然他身上的确没有知仙 但是 你以为 他和血壁会希望那东西落在老夫的手里吗 反正不过是两个人而已 你我分开行动 一人追一个就是了 这样就绝对不会有漏网之鱼了 巨厨淡然的说道 好 就这么办 我先去追那边一个人 若是得到了知仙 自会回到此地 和你交换泥水珠的 摩托哈哈的一声狂笑 头颅一动啊 立刻缩回了黑水之中 随即 呼隆隆之声再起 漫天黑水一卷之下 向严幸老者逃走另一方向 一出而去 火云中巨蜀 同样不在言语 附近的火云一卷之下 向另一边天空滚滚而去了 那正是 寒历 飞走的方向 眨眼之惊 此处空间呢 仍只剩下了神色阴晴不定的血色工装女子 她目睹火云和黑水一闪的 也在天边尽头 是消失不见之后 这才忽然苦笑了一声 喃喃的说道 真是没有想到 这条魔恶竟然也进阶圣界了 如此的话 此时倒是应该快些禀报父亲了 至于那个之间 只希望姓韩的外来人 真的能带着此灵物逃掉了 自语完之后 此女血光一起 却化为了一道血红一闪 飞射而走了 数千里外的地方 韩力在雷鸣之声中 化为电弧弹射顿走着 在其百余里厚的地方 则隆隆之声不绝 半边天空都被火红之色染红 一片火云向她紧追而来呀 韩力塌了一口气 现在的她 存有的辟邪神雷不多 不可能再驱使风雷赤多久的 不过看身后追来之人的声势 明显是大有来头之人 恐怕不解决此人 是没有办法轻易脱身的 不过纵然如此 她仍没有马上停下之意 打算将后面追兵呢 引得远一些再来动手 省得和其他人呢 成联手之势 就这样 韩力啊 在电光闪动当中 一口气顿出了十余万里啊 出现在了数座高大山峰上空 她自觉 此距离差不多了 眉稍一挑之下 身上电弧一脸 人一下子现出了身形 并停在了原处 回首望了一眼 天边处的红灿灿的天空 她深吸了一口气 身躯的 漠然陀罗般的滴溜溜一转 无数道清光从身上击石而出 一闪之下 漠然消失在四周虚空中 隐匿不见了 韩力知道 身后之人不是普通存在 竟毫无犹豫地布下了春梨建阵 有了此建阵的话 只要来人不是合体等级存在 都足以灭杀强敌的 韩力这边建阵 刚布好没多久啊 后面天空轰鸣之声 就已经到了附近 火云铺天盖地之下 一下子填满了大半天空 里面赤红火焰若隐若现 仿佛火神即将出事一般啊 想知先交出来 我饶你一命 火云中传出了嗡嗡的惊人的声音 仿佛空中炸了一般响起的 随后 云中赤红火焰堂堂冒出之下 一个仿佛小山的庞然巨物 从中浮现而出 韩力仔细一扫之下 神色是不经一正 这怪物嘛 空体赤红 身躯仿佛一个巨大无比的蝉雏嘛 但是天天背部多出了一对 漆黑如墨的巨大的赤衣 这一表面黑气翻滚 似乎不是实体之物啊 并且黑气中 隐隐的有一团团 淡金色的符纹闪动 让人看了呢 觉得神秘至极 蝉雏仿佛阁楼般大小的头颅上 赫然巨目紧闭啊 而在脑门处镶嵌着一个灰蒙蒙的圆中 闪动着诡异的灰蒙 仿佛灵性十足 哈利目睹空中怪物的诡异的模样 双目一下子微眯了起来 但淡淡的回答道 之仙的确在我手里 阁下想要过去也行 就拿你的磨盒来换吧 小子 你还真敢如此说 老夫不知多少万年 没有听人这么说过 好 看在你让老夫开怀大笑的份上 一会儿 我一定将你的元神 吞进腹中 好好的品味一下 巨徒一听寒吏之言 仿佛他听到了 这全世界最可笑的一个笑话似的 当即大嘴一张 狂笑了起来 但是呢 这笑声还没有停下来 巨徒口中就突然红光一闪了 一到赤影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之下 就仿佛瞬移的出现在了 寒历深田处 冲其胸膛 一扎而下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寒人修仙传》第1066回